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浙江温州一位要求匿名的基督徒 星期二告诉本台记者 当地在有教堂的十字架遭到强拆 官方曾威胁 若不拆除十字架就要强拆综合楼 上星期五 平阳县雅惠教堂外拉起了警戒线 大量特警到场戒备 教堂上方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 该基督徒表示 近期平阳县已有20余家教堂 收到了拆除十字架的通知 本星期一 基督徒们原打算前往县政府静坐抗议 但当局突然在县政府外进行了反恐演习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本台特约记者杨凡的详细报道 浙江温州在有教堂的十字架遭到强拆 上周五 平阳县雅惠教堂外拉起了警戒线 大量特警到场戒备 在信徒们无奈的目光下 教堂上方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 从记者收到的一段视频中可见 信徒们围惧在教堂外 齐身送畅 有人眼含泪光 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周二告诉本台 官方曾威胁 若不拆除十字架 就要强拆综合楼 它基本上在有点威吓了 在国内目前教堂的手续是很难办完全的 也就是说你办的时候他是故意让你办不完全 但是又答应你你就建吧 所以建好之后手续是不完全的 他们有把柄就是说你手续是不完全的 我要把你给拆掉 如果你教堂十字架不自动放下来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楼房给拆掉 在雅辉这个教堂就直接要求要么拆综合楼 要么拆十字架 结果他们是被迫把这个十字架给拆了 他们有没有就是说试图去阻止过这个枪拆的这个行动 没有因为不敢阻止在温州商江教堂 就是第一个倒下的这个大教堂的话 因为曾经有信徒阻止 然后整个教堂从头拆到尾 还有他们会有武警协警什么 你只要稍微组织人起来 他会可能说你是什么暴力反抗之类的 就还是挺多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其他的新闻 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被正式起诉 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郭飞雄的代理律师张雪忠 星期二对美联社记者表示 对郭飞雄的控告源自他去年参与声援兰州事件 张雪忠指出 郭飞雄在声援现场并不是鼓动民众 而是呼吁示威民众遵守法律 如果郭飞雄在现场有违法行为 警察就会当场抓捕他 张雪忠表示 对郭飞雄的控告完全是构陷 香港民间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香港直联会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和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星期二举行示威游行 谴责广州检察院和公安局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维权律师唐靖林 维权人士王清莹和袁新廷 示威队伍由港岛西区警署出发 游行前往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抗议 要求立即撤销对这三人的检控 立即释放他们 以及其他被拘捕的维权人士 河北省邯郸市林璋县十余名警察 6月22日进入香菜营乡 鬼谷子村 抓捕维权村民 据海外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 刊载图片披露 警察与村民发生冲突 一辆警车被村民掀翻后挂上横幅市中 横幅上写着 誓死捍卫农田耕地 坚决反对无证征地 此前6月14日 林璋县政府出动警察到鬼谷子村 强行征地将一名妇女打伤 15日 村民堵路抗议 遭到大批警察的镇压 13人被当场抓走 16日 再有5名村民被抓 气功大师王林 在消失近一年后 于近日突然现身 江西平乡市一家景区游山玩水 去年他曾被媒体持续曝光后 前往香港 随后被江西卢西县公安局 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立案调查 据新京报星期二报道 一位微博名为爱太阳的卖兜的平乡当地网友 于6月22号贴出照片称 近日 王林大师现身平乡武宫山风景区 与众多好友一同出游 貌似已经走出去年负面新闻的阴影 当地公安部门一位工作人员称 王林回江西一事 他们也才获知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